大家好,我是桑普 過去一個禮拜是香港相當令人沮喪的一個禮拜 可以這樣說,經歷過這麼多的事以來 這個禮拜過得來相當令人臣傷予慰心 826和827這兩天可以說是香港出現有多荒謬 比荒謬更荒謬的股市 比悲哀更加悲哀的股市 8月26日我們看到有16位抗爭者被逮捕 其中有13個是涉及到和721 2019年7月21的元朗涉嫌警黑合作 中國的這個無差別攻擊 港鐵裏面的乘客 和港鐵外面的月台 甚至乎在車站裏面的人 的一種暴行 竟然是遭到奧威爾式的揣改歷史 以及對於林卓廷的逮捕 這件事不止是林卓廷一個人 還有其他人 總共16個人有13個人是逮捕 逮捕那些人並不是我們說的白衣人 所謂的mob這些暴徒 而是受害人 指鹿為馬 原告變被告 顛到黑白 混淆是非 莫此為甚 當日超過100個拿著武器的白衣人 聚集在這個元朗的港鐵站外縣內 有組織有預謀地去從事非法的暴行 口口聲聲就是要保衛家園 實質上 我都不知道他保護什麼 走進去港鐵那裏 亂棍勾人 歷歷在目 警察兩個人走必 掉頭走 38分鐘 才會有人來到現場 可以這樣說 是相當可怕的一件事 在我們看到的整個過程裡面 他怎樣去處理 例如林卓廷的問題 林卓廷當時 他穿著黑衣 其他人都穿著黑衣 警察就說 這個是非法集結 間堅破壞社會安寧 就說他是暴動 我可以這樣說 如果大家相信 民主黨議員林卓廷 是有這樣的能量 可以帶動當時的黑衣人 一起來聚集 做非法集結的話 我想你對香港的政治 真的完全不認識 也對當時 很多抗爭者 勇武 或者是本土 很多不同的人士 年輕人的想法 完全不認識 他們很多時候 對於民主黨是神憎偽嚴 你跟我說 一個民主黨議員 林卓廷 有資格 非法集結到這麼多人 跟著一起去 做破壞社會安寧的事 根本是匪夷所思 還有這件事都不值一步 避害人變家害人 原告變被告 今天victims變了什麼呢 criminal culprits 這件事完全沒有辦法接受的一件事 你想一想 我們知道共產黨或者港共政權 是很希望改寫這一場721的定性 很多人一直以來講的721不見人 他希望這個不見人這件事 能夠完全改寫這個歷史 改寫你的定性 而改寫定性 他用什麼方式呢 不是透過說 喘改教科書的方式 不是透過一些假消息的散步 而是透過 將被害人 屈打成為家害人 大家看到 九瓶芝麻官 這個周星馳經常做 《津津樂道》的一部電影 講常威 一個這樣的原父子弟 有權貴支持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可以 原告變被告 斥秦氏 就是今天的林卓廷 可以將他 一個明明是受害者 被強姦的受害者 被凌辱的受害者 這個斥秦氏 改變成為一個 改寫成為一個家害人 或他殺了這麼多人 甚至將他紋斬 而今天 香港就是 上演當年九十年代初 周星馳拍的這套 九品芝麻官的橋段 是很可悲的事 是很可悲的事 但是呢 他們繼續去到 改寫歷史 這一點是令人相當 憂憤 你看好 許智峰 也因為所謂的 七月六號的 光復屯門事件 他明明做了一個 調解的人 竟然又被告 一堆的罪名 我可以這樣說 去到這個位置 大家知道很嚴重 兩個人 分別都被被扣押 相當長的時間 差不多滿兩天的時間 才放出來 才可以拿保釋 我們看到 大家都為他是 跌一把汗 很多人就說 我對民主黨的看法是怎樣 我都說 我不是大宗華教 亦都對一國兩制 沒什麼眷亂的 沒什麼忌忌叛 所以根本上 我未必是 他們黨很多黨力 綱領的支持者 但是 我經常都說 整個運動 我們一個反共的陣型 必定要 兄弟登山 互相扶持 今天即使 他有很多政見 未必和我一致 但是有基本的 一些價值觀是一致的話 我們都要互相去合作 和支持 我知道 很多人很心急 很希望 能夠 建立他一套新的論述 包括我 在內 都希望建立他一個 真正本土民主的論述 但是 當有 同路人 受迫白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挺身而出 去加持他們 支持他們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知道 是指鹿為馬 可以有無所不用其極 今天針對的 並不止是說 抗爭者 或者前線的抗爭派 甚至 有些人口口聲聲的妥協派 實際上 我不覺得他們妥協什麼 他們所謂的妥協派 溫和派等等 或者一些傳統泛民 我會用這個字 傳統泛民 基本上都會受打壓 先前就DQ了 接近DQ了 公民黨的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後來就是 因為取消選舉 所以就沒有繼續做下去 接著現在呢 對付林卓廷 對付這個許智峰 你覺得呢 基本上就是 只要 你是站在民主派的一方 無論你多溫和多激進都好 都是共產黨的打擊對象 面對此情此境呢 我會看到 我會意識的情況 已經是深入到 整個機理裡面 你會看到陳天柱 這個新界北區 這個高級警司 他竟然呢 就作出很多 很荒謬的一些 講法 他說呢 警察 搭這個黑社會肩頭 是想推他走 想趕他走 是命令他走 你們每個人 說呢 警黑勾結呢 是誹謗他 是侮辱他 是侮辱他 各位 重看片一次 那段片 怎樣趕他走 怎樣命令他走 還有 你是否用同一個標準 來對待抗爭者呢 還有最緊要 你有沒有 插下他的名字呢 有沒有 插下他的名字呢 記者問一下 問這條問題 你說趕他走 你有沒有插他的名字呢 你不回答 你就說 當日呢 在這個 同時街西環 都有一些 衝擊中聯版的事件 那些固左右而言 他人家問你有沒有 習他的名字 關西環什麼事 關中聯版什麼事 關警力不足什麼事 是有個警察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不習人名呢 幾多白衣人 拿著木棍 不停打一些 想救元朗手足的一些車隊 警察有沒有去幫拖啊 有沒有去祭祀白衣人啊 白衣人圍在一個村裡面 個個在那裡敲了木棚 一來在那裹地的時候 警察你在哪裏啊 你說警察不做事 事實上就是不做事 有幾多的香港人 本來已經未覺醒的 6月9日612 甚至616 都未覺醒的 梁寧傑死亡 未覺醒的 很多人自殺 他覺得這些是普通的一個抗爭 但一直去到721的時候 你就知道 香港的警察是爛到根裡面的 這個從根本上的腐敗腐爛 以及和黑社會 這些鄉黑勢力 本身的一種關係 令人覺得 香港已經是病入高方 這件事是很多的抗爭 之所以一波折一波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而這個轉折點 不是那些人去污衊你 而是有Livestream的 這個陳天柱說什麼呢 你說看Livestream是Bias 是這個偏頗 世界上有什麼更加清楚過直播呢 當中大保衛戰大家看直播的時候 是不是更加清楚呢 我肯定告訴你 Livestream 你從頭看到尾 可能花的時間很長 好過你看新聞 好過你看任何的報紙 好過你看任何的報紙 因為這個直播 是將時間默落 很清楚 自然給大家看 你看的所有的 無論是親共派的媒體 民主派的媒體 一定是經過編輯的 一定經過潤色的 一定經過剪裁的 而Livestream 就是所有的YouTube Live Facebook Live 是沒有可能經過這個剪裁 正因為有這些什麼 看到何君堯的衰弱 看到這些鄉黑勢力 這麼作惡多端 看到警察 屍而不見 最激烈的時候不在這裡 需要他的時候又不在這裡 不需要他的時候就在這裡 在這裡的時候 又不是做需要的事情 可以這樣說 整個警察 並不是為香港人服務 是為哪個服務呢 大家很清楚 為中國共產黨 及其爪牙服務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僅有這樣的情況 他陳天柱呢 還會說 這個 郭打五十大板 換言之是兩幫 都是奇古相當的人 互相嘔鬥 這種互相嘔鬥的這一點 是很難理解的 我們怎麼奇古相當 我們看到黑衣人 怎麼奇古相當 他有武器在手上嗎 有組織 有預謀搭那班車 和那班人開片嗎 怎麼奇古相當 手無寸鐵啊 你看看記者 你問一下立場姐姐 問一下很多 柳進剛等等人 你問一下他們的記者 怎樣奇古相當 什麼方法呢 一個男人 強姦一個女人 你說兩個奇古相當 這樣的事都說得出 一幫白衣人 拿著木棍 去襲擊一些 手無寸鐵 毫無差別地襲擊一些 港鐵裏面的乘客 都在上面的人 歷歷在目啊 怎麼奇古相當的武器 互相攻擊啊 這個不是嘔鬥 這個擺明是避害 這種無差別攻擊的行為 已經去到個 非如所思的地步 而且他用篡改這個時間 39分鐘 明明他說的 警察要39分鐘才去到現場 那經過這個陳天柱一改 就由39分鐘跌到18分鐘 一半時間都沒有 18分鐘就去到現場 過鬧夜 所以我告訴大家 改寫歷史就是這樣 但是通識教育 會問大家 元朗事件 究竟呢 警察幾多分鐘去到現場呢 A18 B39 如果你答了B的話呢 DQ你不讓你畢業 整個科目不讓你再畢業 不讓你再考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就是 黨的教育 即是告訴大家 以後就要考這些題目 問這個神州N號 是有楊利偉 給大家選 第二條就是說 元朗這個 這個是 雙方互相鬥偶事件 究竟呢 由警察幾多分鐘到現場 A18 B39 你答39 零分 全個試卷都是零分 我告訴大家 這些是會出現在香港 因為已經出現在中國 另外就是告訴大家 是 他們也是洗版的 我可以這樣說 去年的721的恐怖襲擊事件 是一個有組織有預謀的一個恐怖襲擊 是對無辜的乘客的襲擊 而今年的826也是一種 有組織有預謀的恐怖主義式的檢控行動 是針對所有被害人的檢控行動 目的是要剷除所有異議分子 包括政治上的意見 重塑歷史 而且要清除大家的記憶 這一點是幫大家洗腦 這個就是完全是一個獨裁與極權的奧威爾式的統治 我們淚如泉下 都沒有辦法挽救到現在的局面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件事大家記住要放心做 不可以讓他這些謊言嚇到 扭曲 這一點是我們可以做 827兩件事發生了 Telegram Group Subchannel 一位管理員 這個subchannel是管理有十萬個subscribers 那麼多的 超過十萬個 這位管理員被拘捕 就說他是煽惑他人去中火 以及公眾防擾等等的罪名 相當重的罪名 他甚至被強令 要去解鎖他的手機 這件事說真的 在現有法律之下 你是國安法之下 他當然可以任意妄為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只是一切開始 還有其他管理員 亦都在逃亡當中 這個是報道所寫 所以這個是全面去抓 Telegram Group裡面的一些人 不單是抓一些被害人 甚至無奈一些 他在Telegram Group Close Group裡面 去講一些 基本上是他自己發表言論的人 這些發表言論的人 是不是真是構成犯罪呢 這個呢 要逐一去看 但我告訴大家 無論怎樣也好 這個已經是一個政治問題 而不是一個法律問題 你今天經常在 和大家講一個法律問題 究竟是有罪沒有罪 我當你都是有罪 但你不能夠解決到 更多的犯罪 因為你的政治問題 沒有解決到 政治問題的解決就是 對話之路以死 希望 對於這個政權 希望已經歸零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怎樣呢 有人說 Fight or flight This is the question 去抗爭 去打過 還是逃走 這兩個就是一個抉擇 但問題就是 除了做這個移民 還有做部門之外 或者沒有部門抗爭的公民之外 因為抗爭 現在很難做得好 和去年一模一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無論在身處哪個地方 只要大家 是溫存自己 對於事實真相的認識 以及公義的追求 以及對香港的熱愛 這一點 我們可以用很多的方式 Creative thinking 可以想到很多行動的 可以這樣說 怎樣可以去幫助得到 受苦受難的人 免使他們受到煎熬 是很重要的 很多的手足困了很久 關都未開 因為疫情的問題 他們很想走 走去哪裡呢 想走去台灣 所以在當日 在這個日前 不是827日前 中共的黨媒早已經揭發了 有一隻船 有一隻快艇 基本上是有人被捕的 早已經公開 那之後呢 自由亞洲電裁呢 就是報道說 中國的水警呢 就是截停了一艘快艇 那這艘快艇呢 就是離開了香港的水域 入了中國的比連區 那在這個比連區裡面呢 就被捉住了 就現在將它的艇上12個人呢 是送中的 這艇原本想由香港呢 去屏東 那但是在過程中 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speed boat 太吵啊 還是什麼原因 因為那個機器是會相當吵 而是相當不安全的 它不是一隻大船 風高浪急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被中國的水警截停 而據知呢 中國的水警已經如延 重重包圍了 香港出海的這條路 換言之 是 基本上是 好像入了 五指山一邊那樣 在水上面 基本上是 完全佈滿了這些情況去做 不免令人懷疑 有兩個可能性 一就是呢 香港的警察 早已經是 他們在布袋澳出船之前 已經知道了 他們這樣的事 之後通報給中國 中國的水警 中國的公安 當然鄧炳強出來說 沒有這樣的事 但是 你信不信又來 第二件事就是說 可能是 之前一些船家 或者其他的風聲 走漏了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說 甚至在12人之中 是不是有鬼呢 不知道 我也不想捉鬼 但我只是講出幾個可能性 給大家聽 現在12個人 每個都送了中 港中之間是沒有引渡條例 香港也只是 請求 但沒有辦法 去必定保證 現在香港特區政府 都不會請求中國公安 將這幾個人送回香港審 這幾個人 會不會接受 好刑 老虎鄧 辣椒油 甚至疲勞 詢問 大家不知道 但肯定一點 就是他們 實在做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會重見光天日 沒有四十八個小時的問題 什麼都沒有 你說他是不是做錯了決定 當然是做錯了決定 但你說他是不是很可憐 是很可憐 我看完之後覺得是非常震撼 我可以說這宗新聞 比剛剛說的 16個人拘捕 甚至是一個subchannel的案件 更加震撼 因為為什麼 第一 是警示了 首席們如果要去逃亡的話 此路已絕 有人說是自由亞洲電台爆料 然後蘋果日報爆料 東方日報爆料 導致此路已絕 其實不是 剛剛說過 是先有些黨媒已經是公佈在先 第二 是中國的水警絕了這條路 而正因為這些電台 這些媒體的報導 告訴大家 不要再走這條路 所以我告訴大家 媒體它本身 大家知道 記者是狼犬、鷹犬來的 你不可以要求記者 從事一些政治正確的行為 你可以challenge記者的 就是偏頗的報導 或者誹謗失實的報導 但你不可以challenge記者報導真相 記者報導真相 它會考慮政治的原因 自由亞洲電台都是崇尚自由民主的價值 因為這件事實在上太過公開在線 而且這件事也相當 涉及到手足的安危 公佈了這件事 比不公佈好 而公佈的內容 記住一下 是從未適合 手足的一些所謂的船家的名 手足的一些關鍵的姓名 或者他們做的方式 接應方式 沒有講到這些事情 它講的只不過是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 是去台灣 其實是哪裏都一樣 屏東高雄東沙都一樣 關鍵的地方就是 此路已絕 今時今日 已經是八月尾 和在六七月的時候很不同 六七月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知道這些事情 略有所聞 但 不講的 但這個時候已經告訴大家 危險已在前面 所有的中國水境已經扒緊了 而手足怎樣做呢 乘飛機走不到 OK 陸路去大陸走不到 港珠澳大橋更加走不到 那就走水路 或者水路去哪裏 你去越南 行不行 都不行 因為水已經完全截了你了 去菲律賓都不行 去台灣現在都不行 所以這條路已經天羅地網 已經在地方報告好了 那有些是申請了讀書的手足 有些來到台灣 或者幾個地方的 那就恭喜了 你們可以 完全可以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展 但未走得到的怎麼辦呢 是剩下一個方法 我不想開明講這個方法出來 只剩下一個方法 而這個方式 他們可能就要面對一定的風險 但問題就是那個風險 可以說明顯很多 但我不會在這個地方 講這個方法出來 大家猜到這個方法是什麼 在香港裏面 所以自己看一看 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件事 安愛不住的 我始終認為就是 一動不如一靜 這個最好的方式 即是說 人 我知道人是很辛苦 即是換言之一個手足 他會 離開 這個地方 逃亡 他一定是 坐不安寮 坐不下去 睡不下去 今天不至明日 時 日夜過在恐懼之中 但這個恐懼要克服 如果因為這個恐懼 導致做了一件 反過來的事 或者做了一件 會陷入自己 極大的不安 極大的危險 譬如這一件 譬如李宇軒為首 即不是為首 其中之一 有十二個手足這樣被捕的話 令到我相當相當心痛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是迫於無奈 但迫於無奈之前 你要想一想 可能一動不如一靜 是一個比較妥當的方式 即使在香港逮捕 某程度上 都不用立即被送中 今天 在風高浪高 月黑風高之下 這樣被送中 是一件相當令人 即是悲哀的一件事 是比悲哀更加悲哀的故事 是最worst case的scenario 我都覺得 希望大家 不要 為了這一股熱血 去闖 因為真的不值得 拿自己的命 來去做一次這樣的豪賭 是不值得 我最痛恨的就是 譬如中國時報這些媒體 是報道了有五個人 去到台灣 甚至連名字都登出來 就是說 倒逼台灣政府 去決斷究竟 要不要去收納 以及究竟如何去處理 這些在這個事件之前 所發生的一些偷渡個案 這個是我覺得 相當令人悲憤的一件事 台灣政府要如何處理這些案件 或者有沒有這些案件 就交給台灣政府去公佈 但是 陸委會的 主委 邱瑞正 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副主委 邱瑞正 說得很清楚 絕對 不會鼓勵 大家 逃亡去台灣 因為你等於把問題 推到台灣 現在當局 非法入境者 你要非法入境者 是怎樣處理 非法入境者的問題 是一個難題 而這個難題 是 導致很多政府 會不會怎樣處理 是一個令他們很棘手的問題 當然 他們會怎樣處理的 我肯定會低調地跟進 也都不鼓勵這個地方 全球很多人想著 如何呼籲施壓 給台灣政府做事 我告訴你 越施壓越和 其實台灣政府 是沒有任何義務 協助任何非法入境者的 你一施壓的話 一曝光 一捅出來 台灣政府 便 遣返香港 或者將這班人 抓去坐牢 因為你今天 你是偷越國劫 如果你 用施壓的方式去做的話 結果可能真的會這樣 所以我希望大家 給一些空間 給台灣政府 看看他 用什麼的方式 去處理這件事 而我認為 無論如何 No more 不要再搞偷渡 OK 已經做了的 我其實都不支持 既然做了的 那你 只可以這樣去跟進 未來的 這條路在短期內 是不通的 所以千萬不要再這樣做 這隻船 要出去 一點都不簡單 就算你從香港 踏到屏東高雄 兩天時間 風高浪急 你上船 你要信得起船家 信得起他沒有跟黑社會勾結 信得起船家不會賣來 不會買空 扔你到海 船 有勢有大 過這個台灣海峽 如果遇到颱風 或者颱風 或者風向有問題 過不了的時候 那筆錢可能沒收 什麼都沒有 好了 船去到那個地方 你上岸 那你要台灣政府 怎樣對待這幫人呢 你施一個難提給對方 而這個難提給對方 你沒有可能是事先溝通到的東西 你突襲去別人這樣做 做這件事的話 你別人陷於一個兩難 那兩難更重要 還是手足的性命更重要 其實手足的性命更重要 手足的安危更重要 但是 它會牽動到 他島內的一些 政治板塊的一些衝突 這件事是不是一個 合適的做法呢 你想一想 台灣人未必喜歡的 而同時你看到 警察早已佈下天羅地網 一舉一動 知之甚長 所以我希望很多手足 去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考慮有Plan B Plan C 有很多 不是很多 至少有另外一種方法去做 OK 這個地方我不講 什麼方法 剛剛講過了 所以這件事 是我覺得衝擊很大 因為 你寫到很多手足 可以走的希望 不會壞滅了 也都看到送中 你看看林卓廷等16人 都沒有被送中 我也都預計他們 這幾個案件不會被送中 是被重判 在香港重判 為什麼 接受審判 OK 甚至不會被重罰 但 起碼不會送中 送中的話 就是這幾個人 這十二個人 我很希望大家 即已經公佈了名字 我不逐一讀出來 公佈了這些人 一定要將他們 向國際去控訴 向國際 將這十二個人 的情況 那個被控的罪名 他們的人事事地物 講清楚 越能夠將這十幾個人 高調地放在國際的層面 他們越安全 這十幾個人 越低調 越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時候 真是死了 都不知道什麼事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明白 面對這個情況 你看看王全璋律師的字 王全璋律師 未被關注之前 很慘 被人獨打 一有國際關注 那個獄警 走過來跟王全璋說 你就好了 全世界都關心你了 我要對你好些了 要說這些說話 所以我希望這十幾個抗爭者 會得到 歐美等國家 一致的 spotlight 支持 也都是鼓勵 因為很簡單 這個不是叫大家 去煽動顛覆什麼 改變對中國的政策 什麼 要防止非人道的對待 酷贏 一定要關注 你說這個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你說這個不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呢 You name it 但我告訴大家 不干涉的話 不去關注的話 一定 一定 是會出大事 這個干涉不是說要制裁中國 而是告訴大家 一定要在這個地方 走這步旗 這個之外 你說香港還有沒有一個短期的藥方呢 沒有 我的預期是 是由今天開始 一到十一月三號 美國總統大選為止 這種這樣的升級呢 是會不斷加劇 和升級的加劇 他的打壓 他的濫捕 濫素 是以你想像不到的形式 粗暴的進行 是會將香港 變成一個煉獄 可能大家 飯是照吃 公是照翻 街是照去 但是這個地方 已經變成 中國的另一個 沒有什麼大差別的另一個城市 不再是一個 自由繁榮的香港 也都不是一個 令人有安全感的香港 這種 令人毫無安全感的東西 就是他所說的國家安全 香港人 一點都不覺得安全 毫無安全感 每一個人 每一天 睡了 都可以六點幾 被人拍門 叫你起來 拉了你四十八個小時 所有的人 都有這樣的憂慮 這種白色恐怖 紅色恐怖 是相當可怕 面對此情此境 我只希望說給大家知道 頂住 能夠走的 走 是一件 不是錯的事 留在這裡的 要保存自己的性命 身體 身體自由去做 我一個 離開了香港的人 是沒有資格 叫大家 在香港的人 去衝的 去送頭 去賣命的 我只是說給大家 一件事 共產黨 可能是 在不遠的將來 自我瓦解 是不需要你去推翻的 是會自我瓦解的 也不是靠海外某個組織去推翻的 不需要 關鍵的地方是甚麼 他自我會瓦解的 但問題是 在瓦解之前 他現在所做的所有的蠻力 是很強 人之將死 他的蠻力 是超乎你的想像 如果你這個時候 被他的蠻力吞小了 會很慘 但當然 沒有一個人能夠估計到 自己會不會被他的蠻力吞小 因為他有蠻力 這個獨裁政權 去吞小我們 所以我說 走為尚著是很重要的 你說不走為尚著的 在香港就行 有很多東西 煮到來就吃 你看到黎智英 陳日君 無論是 戴耀廷 都要在香港裡 他們沒有選擇走的 煮到來就吃 林卓廷 許智峰 公民黨的很多的議員 前議員 看到泛民的人 看到本土派 看到 就是眾志的人 不同掛的人 我可以跟大家說 很多人都煮到來吃 他們覺得做了政治這麼久 拋我身出來就要面對 就是 松茸作楚愁 我其實很覺得 他們這班人 令人感動 以及敬佩的 松茸作楚愁 另外 林卓松茸作楚愁 那班人 其他的幾百萬 甚至二百萬以上的市民 抗爭的人 參加過遊行示威支持的人 支持反送中運動的人 我希望你們能夠保存有用之區 有時候有些事情 在靜水深流地去做 現在只是 刑隔細禁之下 幾乎唯一的選擇 只有在一個 這樣的狀態之下 繼續溫存這種聲音 譬如前幾天發動黑衣人 穿黑衣上街 沒有問題 不是非法集結 這些事情 你知道大家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是相當好的 我希望大家 能夠繼續用這個心態 處理這個問題 同時 我呼籲大家 施殺一下 香港的前途要怎麼走 是要 真正的一國兩制 還是要走出 香港自己一條 獨特的路出來 很清晰了吧 OK 兩條的路 是不可能並存的 後者 比前者 我認為更有現實的意義 後者是不是站得穩 是不是有磅駁的支持 是很決定 當中共自我崩解的時候 香港走什麼的路 萬一我們選了一國 兩制去走下去的話 中國崩解之後 發生大亂 中國仍然都會洪吸 融解香港這個情況 但如果有一條獨特的路走出來的時候 分分鐘就有所不同 而這條獨特的路 是甚麼不需要我宣諸於口 很清楚的 走這條道路的 有很多風險 但我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 民主派 廣義的民主派的支持者 基本上 接近一半 已經成為本土派的一員 本土民主派的一員 在這個時候 是否應該更加 要擴張這個支持 而擴張這個支持的基礎就是 一定要 令到原先支持 溫和的 或者是一些 一國兩制式的市民 能夠理解 尊重與支持 一些新的想法 這一點 是需要大家努力 我希望 所謂立法會去留的爭議 我覺得這是其次 去又如何 留又如何 毫無寸進可言 除非 我們是利用這個機會 能夠重新反省 香港的前途 而這個前途的構思 正是可能 涉及到 現在戴耀廷教授所搞的 一個新的計劃 那奈紗拉斯的計劃 我們希望 project project奈紗拉斯 能夠做到 這個目標 因為這個才是最重點的 去留這件事是一時的 就算你過一年之後 這個已經是煙燒雲散的一件事 不是一個長期的一個政治理念與綱領 是一個策略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策略 我可能不同意你的策略 都不要緊 重點不是這裏 重點是你對於這個專制政權的態度 是什麽 而最重要的就是你對於未來 香港要怎麽走的夢想是什麽 而這個夢想 無論是否現實都好 都是不現實的了 因為告訴大家 現在的型格勢 怎麽都不現實 為什麽不dream big 為什麽我們不去夢想更多的東西 為什麽我們是 自己困自己的一個相當小的 狹小的空間去做一件事呢 老一輩的人 拋不低 中國人的身分認同 今天 年輕的一輩 始終有一天 新人換救人 香港會走到一個方向 就是 對於自己中國人的身分認同 會逐年低減的 你看到這個趨勢的時候 你就已經看得到 香港應該怎麽走下去 走下去不代表 全盤拋棄完 原有的文化 原有的語言 原有的文字 原有的習慣 不是 所有東西不是用革命式 拋棄式的方式去做這件事 是漸進式去做這件事 而漸進的過程中 必須要人們的覺醒 我希望我的節目 或者其他頻道的一些講法 能夠啟蒂到大家這方面的覺醒 我覺得比討論其他更重要 艱險我奮進 困惑我多情 在這麽艱困的情況之下 我們很悲哀 我們會流淚 我們會流淚的地方 包括看到 十六個人被捕的地方 我們會很傷心 我們看到 十二個人坐快艇 被人家送中 我們更傷心 但傷心 流淚過後 我希望大家不要陷入一個絕望的情況 絕望是 不可以解決任何問題 也不可以醫療你自己心中的廠商 希望 積極地滿滿希望去做事 而希望一直都在 因為你的信心 你對自己 對於這個宇宙 對於這個世界 是有信念的 正因為你的信念 你在驅動自己去做一些 一定是對的事 我問過很多 在台灣的一些 朋友 譬如明居正先生 他一直都告訴我 他能夠看到 他能夠看到 不過幾個月 最長不過兩年 中共必定倒台 你不要問 為什麼 他告訴我 他的領悟 打坐領悟的問題 他說 你要忍得上這個寒切骨 我個人 我純粹從理性的分析 我覺得不止兩年 我講過 大概五至十年時間 但無論多長多短都好 There will be an end 一定會有一個結束的時候 如果有結束的時候 Are you ready? 這個ready不是討論去留問題 這個ready是討論香港前途 究竟要怎麼走的問題 是一個香港前途 大討論的時代 大廝殺的時代 我們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未來幾個月 大家最重的功課 就是這裏 大家要想一想 為自己 為下一代 香港要怎麼走下去的問題 而當你決定怎麼走 現在你就會做很多種子 做很多計劃 做很多事 能夠成全這件事 當你都未想好要怎麼走的時候 一切的只是條件反射式的抗爭 這件事是不會有任何的幫助的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夠 看高一個層次 不要經常討論一些去留的爭議 而之後呢 敵有之分 沒有必要 因為最後 都是床頭打架床尾 這個是很基本的元素 希望大家有這樣的心力 去處理未來的道路 你沒想到 為何能夠做到 我可以做到